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晚上好 这一次是关西呢 我们是他城巴航的列班机 李宗盛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旅程 因为这一次是冬天到关西 然后又是第一次自驾 而这一次选择的路线 大概是有礼拜的路程 它都是套海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景点 是我们这一次第一次到访的 所以非常的期待这一次的旅程 大概在早上5点左右 我们顺利的抵达关西机场 抵达以后立奖便递时间通知 在大阪留学的老二 老二抵达机场和我们 会合以后 我们便到和租车公司 约好的地方取车 由于时间还很早 所以关西机场有点冷清 基本上只有我们那一班机的乘客 顺利取车以后 我们便开始开往黑潮市场 刚刚介绍这一次我们的行程 我们大概会走什么景点 我们的第一站是黑潮市场 离开黑潮市场以后 我们会前往白冰 会在白冰住上两个晚上 离开白冰以后 我们会前往草甲 草甲以后呢 会去熊野那只大社 然后再开往苗宇 接下来是衣室 我们会在衣室 住上睡个晚上 之后呢 就会前往玉寨所和沿根 沿根离开以后 我们会先回到大阪 然后隔天呢 才去美山 下的五天 大概活动的范围 都是会在大阪 这辆Toyota 就是这几天 会为我们效劳的车子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子 我们便可以打黑潮市场 市场的前面是欧洲之城 是一个主题乐园 我们家对主题乐园 没什么兴趣 所以呢 也没有打算 要到欧洲之城观光 欧洲之城的旁边有一个海湾 那个海湾还蛮漂亮的 抵达日本的时候 刚好是新年的前两天 所以啊 可以看到很多商家都在烤鸟鱼 在日本鸟鱼 又叫鸡鱼 鸟鱼日語 发音是恭喜的意思 像鸟鱼 红通通的外形 有好地头的意思 是日本新年的年菜 市场营业以后 我们边境去逛逛 那个时候人潮还不是很多 黑潮市场每天都会定时的 有鸡鱼解体秀 早上师傅准备鸡鱼料理的时候 还是会将一只一只的鸡鱼解体 是这个时候师傅没有第一的为鸡鱼的各个部分来做解说 这一次选择来黑潮市场 除了是我们没有来过 另外呢 就是想要在这里自助烧烤海鲜 由于烧烤区还没有到开放的时间 我们便在市场内走走逛逛 Lily江超喜欢逛日本的超市的 今天是蜜干成熟的季节 所以可以看到在市场内 有很多贩售新鲜蜜干和蜜干制成的商品 我们逛到烧烤区开放以后 便开始采买要烧烤的食材 坦白说 黑潮市场怎么说都是属于游客区 所以啊 其实他们的物价还蛮高的 我们在黑潮市场逗留的时间还蛮长的 由于将近八个月没有见到老二的关系 趁着午餐时间小去老二聊聊的情况 午餐后我们便开车前往白冰 在楼上我们看到关西的风力发电 连车山区的风车 还见到有人在山边垂吊 其那个位置这个人是如何抵达的 支架的好处就是沿路看到美丽的风景 想要随时停下都可以 这一趟支架游全程开车的是丽丽讲 而老二协助丽丽讲和老航系统 也因为开车的是丽丽讲 在路上啊 其实看到蛮多漂亮的风景 也没有办法拍照和录影 日本的山区很多隧道也很多 丽丽讲开车二十多年的经验 第一次经过这么多的隧道 抵达白冰以后 我们先是到元月岛 其实当天的风很大 而且很冷 每到一个景点 小朋友都说太冷了 不到五分钟便跑上车吹暖气 我们陆住的民宿很靠近元月岛 就是这栋靠海的公寓 这间公寓一共有两间房 客厅非常的大 客厅的阳台面向无敌海景 连续两个晚上 丽丽讲都和老二睡在客厅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有海浪声的伴随 让我们睡得特别的香甜 公寓的另外一个特色 是引进了当地有名的温泉 所以呀 即使我们在公寓内 我们也可以享受到泡汤的乐趣 还可以欣赏窗外的无敌海景 我们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啦 这是丽丽讲第一次制作短片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哦 隔天我们会和日本人一起倒数过新年 请大家要留意丽丽讲的频道哦 希望大家会喜欢丽丽讲的分享 给丽丽讲一个like 和追踪丽丽讲的部落格哦